三块广告台虽然在奖项上输给了另一部片子,但实话实说它是一部作为父母,或者说每个人都应该看看的电影故事紧凑,环环相扣,里面的角色非常真实,条理清晰,最终的结局看似敌对的两人,却走到了一个队伍中, 仔细看故事的人会发现其实这里面早就有不少的铺垫和悬念,甚至有些淡淡的幽默和古怪,但看的人都可以接受这样的安排,近120分钟的剧情,你可能觉得不够看,想看结局却忽然戛然而止,留给大家自己去思考,同时导演对这个结局的设置也是一个亮点,纵观全部,其中没有一个多余的镜头,利落干脆,一点也不拖泥带水, 很多镜头其实都是互相关联的,是也让电影有一个很好的思维方向,可能现在的人都太容易在社会的渲染下变得瞎爱起来,我们很容易因为一件事或一句话,就轻易判定一个人,这就显得过于草率,母亲在这个电影中是最为重要的角色, 他在里面的表演,能让观众看到一个母亲,在失去女儿的痛苦后坚强地站起来,要找到凶手的那种坚决,不怕任何事情,这个相当考验他自己的演技,同样是他的精彩表演,然他获得了最佳演员的奖项,母亲的职责就是爱护孩子,但当女儿走了的时候, 他选择站出来为女儿找到杀害她的凶手,不可谓不为大,母亲就是这样的角色,也是全剧的灵魂人物,其次在来看电影所用的风格,这部片子有淡淡的哀伤,但这种感觉却显得很自然,反而有一种柳暗花明般的希望在眼前,母亲有了线索燃起的希望,能勾起观众的心理,其实剧中的人物,虽然看起来有些无所事事,但本心是好的,最后能帮助母亲一起去寻找新线索, 这就足够能体现出来了,她对电影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,母亲这个角色在她的表演下栩栩如生,有血有肉,情感体贴到位,母亲的职责在她的表演下淋漓尽致。